近期为了缓解美中关系 双方的高层频频的会晤 就是希望双方的关系不要进到冷战式冲突 接下来中国观察 我们也邀请到特派记者韵文 来到现场帮大家分析韵文好 世音好大家晚安 好韵文想要请教 这个中美关系紧张影响的层面当然相当广泛 除了国际局势之外 是不是也会影响到企业投资的趋势呢 好确实因为这个美中的关系紧张的话 会导致是政策的不确定性增加 然后是导致说 企业的这个投资决策也会进而是受到影响了 我们居然看到这个单位叫做美中贸委会 他们是一个NGO团体 是一个五党派的组织 那一共有200多个在中国经商的美商的会员 那他们针对100多家的会员企业调查之后 发现说其实多数的美商呢 认为他们目前在中国的投资 也还是保持盈利的状态 以及认为说中国市场呢 还是蛮重要性的 但是要来看到的是他们对于这个 今年的前十大挑战 就有蛮多的这样洗牌的排名 这个第一名的是认为这个美中关系 认为是最严重的最重要的挑战之一 那其次包含的是对于关心这个出口管制啊 还有聚裁啊跟投资审查等等 都是目前在中国经商的美商 比较关注的未来的挑战部分 但是整体而言来看到是这位会长 他就说认为目前整体呢 还是个比较乐观的氛围 因为目前美中高层 其实还蛮频繁的在对话当中的 而且呢进而是成立是这个 美中之间的经济领域工作组 以及美中的直航的航班也有增加 所以他认为呢有对话就有希望 目前美中的关系这个 投资的前景应该是还算OK啦 不过我们能看到的是哦 日前北京提出了这个所谓的 攜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白皮书 这个很长的名词哦 这是中共的外交的理论的专有名词 那也很常见 他们的这个大外出的平台 跟一些相关的言论当中 那这个最早呢 是在10年前由习近平来提出的 主要是呢这个所谓的五位一体的框架 来达成五个世界的总体目标 这是什么东西啊 所谓的五位一体是指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 然后呢五个世界的目标是指持久和平 然后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跟清洁美丽 听起来都是非常的漂亮的词汇 但是呢你知道吗这篇这个白皮书 多达两万两千个字 然后我看到的是我们政大的国关中心老师 宋国成就分析认为说 这是一篇长达两万多字的废话 以及呢他认为是一个充满中国特色的恶心的谎言 是宋老师他个人的评价啦 那因为他真是蛮冗长的很多的中国特色式的词汇 所以当天的时候大家关注的是他们最后QA的关注说 习会不会去APEC的问题 这样子 对的确这个是大家现在比较关心的 相较于这个两万多字的 号称是废话的这些文字啊 那么其实我们知道说习近平除了在外交上面 现在有一些这个刚刚的这种喊话 在对内呢也扩大监管 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现在要求手机跟电脑的应用程式呢 必须要向官方来备案哦 但是最新公布的首批备案名单 当中这个外商里面只有三星 苹果是不在其中的 那我们就算除了这个对内扩大监管之外 习近平呢主持会议也再度提到经济贸易 不跟全球脱钩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讨论世贸组织的规则与改革 因为中国大陆加入WTO20多年 让货物贸易总额成长11倍 成为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 无疑是经济起飞的关键 世界贸易组织是多边主义的重要支柱 是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舞台 对世界贸易组织进行必要改革 是普遍共识大势所趋 全面参与世界贸易组织改革 和国际经贸规则调整 习近平多次强调 中国大陆贸易不跟国际脱钩 不过此时又有中国企业被制裁 美国宣布对十家中国实体 跟一名个人实施新的贸易限制 理由是涉及对伊朗跟俄罗斯 入侵乌克兰提供无人机零组件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美方滥用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的做法 破坏国际贸易秩序和规则 另外中国大陆扩大监管网路 去年网信办要求应用程式商店 必须上交业务详情 现在公布第一批完成备案的清单 一共二十六家 除了本土品牌的APP 外商只出现南韩三星 苹果的App Store全都不在名单上 备案仅是对应用程序分发平台 提供分发服务行为的确认 不代表对该平台服务能力和其在价应用程序的认可 先前曾要求2024年3月前完成备案 否则不得在网路上使用 引起外界担忧 中国到了苹果App Store 上万个应用程式未来是否会被移除 TVB的新闻中一轮陈玉文综合报道 想要问问观众朋友 有没有搭过悬吊式的单轨列车呢 这个相较于一般地铁来说 当然还是比较少见喔 想要请教韵文 现在中国大陆第一条悬挂式的单轨列车 是不是已经正式引运了 地点在哪里有什么特色呢 好我们来看喔 这个地方呢就是在中国大陆的武汉 他们是在日前呢就是通车营运的 就是所谓的悬挂在空中的 空中列车空中的轨道线路 我们可以来看这个照片 它就是一个悬挂式的列车的车厢 然后呢它的地板呢就是有部分是镂空的 是玻璃透明的 很像我们这个猫空缆车是个透明的 让车上的感觉 所以你可以看风景一览无遗 然后呢它这个地方是位在武汉的光谷这个园区 它其实是在距离武汉市区有一段距离的地方 然后可以作为通勤使用的一个空中的列车 那它目前只是第一骑而已 所以呢只有六个车站是10.5公里长 那特色之一是全自动无人驾驶还蛮酷炫的啦 然后再看到呢它也包含是说它的时速呢 最高可达是60公里 那不只在武汉有这样空中列车 其实在中国大陆蛮多城市也都疯狂在盖这种空中列车 因为它其实具有是蛮吸睛的这个效果的 所以看到是这样在上海呢也算是盖好了 目前是正在测试当中 那可以看到是这样的空中列车特色就是呢 它不会占用到地面的空间是比较省空间之外 也是比较高的适应性以及它有具对比较高的景观的观光的效果 是没错这个看起来的确有点像是在游乐园的那一种感觉喔 而且但是如果说今天遇到一些紧急状况的话 要逃生可能也是一个问题之一喔 那我们刚刚有讲到说这个武汉的空轨列车 现在已经成为第一条正式开始营运的空轨列车 带你来看这则报道 列车车厢以悬挂方式在空中飞行 这是刚开通的武汉光谷空轨旅游线 也是中国大陆第一条开通营运的空轨路线 因为这也是武汉的一个比较有影响力的一个建筑吧 也算是一个地标吧 这也是一个新的交通形式想来感受一下 空轨列车内两车采用大片玻璃窗 以及部分地板是透明的观景窗 仿佛空中缆车 我的小孩孙女好高兴喔 我主要是带着她玩嘛 我自己也想看一下这个 蛮好的 根据中国大陆官媒资讯 空轨是悬挂式单轨列车 具有低碳环保特色 而且不占用地面路权 开通的路段是第一骑10.5公里 一共6座车站 全自动无人驾驶 最高时速60公里 不止武汉 上海也正在规划空轨列车 全长400公尺 回到车站已经完工 开始测试 号称车站站地只有50平方公尺 这条空铁经过近5年的自主研发和铁带 目前全系统国产化率已达到90%以上 空轨列车外观具有科技感 但是乘客运量较低 比起通勤更具备观光卖点 好 那我们刚刚看到除了武汉有空轨列车之外 现在大陆呢又有新的高铁的路线通车 我们看到是不是福建跟厦门 有机会来实施一日生活圈的运温 对我们看到是今天呢正式通车的地方 这个是说连接到这个福建省的省会城市福州 到这个厦门这个地方 这段这个就是福夏高铁 那他们说这个全长呢 大约是有是277公里 那时速呢是350公里的方式来运行 那其实呢 从这个福建省的省会城市福州市 到这个就是厦门市这边 他们的距离是260公里 如果开车的话 过去是要将近4个小时的车程 大约是我们从台北到这个嘉南地区的距离 但现在高铁通车之后 最快55分钟可以实现一个小时的生活圈 所以他们说这是这次还蛮重大的一个高铁通车的一个消息 那也说呢这是采取的是一个数位化的资讯建模的技术 就是将这个设计施工营运呢都一体化管理 我们知道其实呢 中国是个非常疯狂在盖高铁的国家 不止他们的高铁的里程数 堪称是全球最多之外 他们也盖到国外去 包括别的国家来盖这个高铁建设 来看这两个地方 一个呢是已经通车的 这个是在印尼的雅万高铁 这个雅万高铁呢 时速是300公里 然后总里程是150公里 也号称堪称是这个 耗资了是超过51亿美元 是中国呢海外铁路修建最大笔的一个订单 但是另外一个是这个中泰铁路 是要连接到这个云南到曼谷的铁路 目前还在盖当中 其实过程呢其实波折不断啦 他们总长呢是 时速是160公里 总长呢是有超过的是大约是800公里 蛮长的一个铁路 那目前还在新建当中 那下一个新的出海的项目 有没有可能是这个 就连接新加坡到吉隆坡的新龙高铁 这一项建设呢在7月份招标之后 不止中国去竞争 其实还包含的是传统的高铁大国 就是德国日本跟韩国 都有去竞争这一项高铁的项目 是没错 因为高铁现在实在是太方便了 堪称是这个四大这个技术之一 好那我们知道说 其实中国大陆在过去一个月呢 有三条高铁来通车 包括像是贵南高铁 广善高铁还有刚刚讲的 这一个福夏高铁 其实他们都是属于大陆高铁 八纵八横的其中一环 高铁将于9月28号开通运营 福州至厦门最快55分钟可达 两地实现一小时生活圈 中国大陆上亿人移动的11廉价前 迎来运量的生力军 全程277公里 可以时速350公里行驶的福夏高铁 要通车了 二十六年建设这一条高铁 还标榜是绿能智慧高铁线 我们在幻乘区安装了 1400平米的感应式智能天窗 可以根据光照 温度 雨水 条件自动起立 在车站墙面还安装了 7000平米的智能光纤系统 全线共八站 最快的话福建到厦门 从之前的一个半小时 可以压缩到只要55分钟 而且这是距离台湾最近的一条高铁线 未来希望将厦门 漳州 泉州 闽南金三角地区 形成半小时交通圈 而就在不久之前 同样是新登场的广善高铁 准时在9月26号早上8点半 首班车出发 庆祝第一班车 沿线有乘务员唱歌发礼物 广善高铁是连接广州到汕尾 过往车程140分钟 现在只要73分钟就到 朋友都在广州啊 有了这些高铁就会想你 可能跑更多啊 应该会 因为快嘛 短短一个礼拜 大陆东南沿海地区 两条高铁线开通 马上就迎来第一个考验 是中秋和大陆的国庆十一连价 我们中秋国庆的话 那个旅客运输期间是12天 那么我们现在开行的对数 是29对 那么预计的旅客客流量的话 大约是五六十万人数 只是大陆加速冲刺高铁计划 从不只是为了让交通便利 而是为了冲内需 那么在以前的话 如果我们开车 从广州来善委的话 大概是需要四个半小时的时间 那么现在随着这个广善高铁的开通 无一也是加快了 善委融入越港澳大湾区的速度 要让越港澳大湾区周边服务员 也跟着热起来 在大陆经济陷入低谷时 冲一波高铁经济 以后可以八点钟在广州吃早茶 那九点钟欢迎大家来善委喝雷茶 广善高铁的路网发展还没完 预计今年底前 会与善善高铁相连到善头 未来还将接入张善高铁 服下张高铁干线 共同构成大陆东南沿海通道 要打通经济的新动脉 不止东南部有进度 8月31号还有连接贵阳和南宁的贵南高铁 也已经通车 当地民众穿着少数民族服饰 前来感受高铁的便利 重点是这也是从粤港澳更往内部延伸的新前脉 以上这一个月内开通了三条高铁 贵南高铁 东南的广善高铁 福州厦门的福夏高铁 全部都是大陆八横八纵高铁路网的拼图 既是国家野心也是要输出的战略技术 这个月初大陆总理李强才亲自到了印尼 乘坐由中国技术盖的印尼第一条高铁 亚万高铁 先前印尼总统也亲自试乘过 大陆输出高铁技术要和日本的新干线对抗 本图并不止于亚洲也已经承包沙烏地阿拉伯 麦加至麦地纳全程长达450公里的高铁路线 要打造高铁王国 TVBS新闻总和报道 好看起来现在这个中国大陆真的非常努力在发展一些国内的交通 就是希望说可以刺激一些内需相关的经济 对没有错 好那我们也非常谢谢韵文今天来到现场帮大家分析 谢谢韵文 谢谢你 谢谢大家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